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1 2 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 今天乔林是带大家来到新加坡的 淡巴鲁 马梯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带大家去吃肉骨茶 因为这一站马梯附近有一个很知名的 古老肉骨茶 想带大家去吃 在这一个A号出口 我们let's go 这是中塔鲁出来的shopping mall 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 走十分钟 ok 我们现在要到淡巴鲁的market 然后老字号淡巴鲁 马骨等于在这个方向 所以MRT从这边这样一直滋滋滋滋滋滋滋过来 你會先看到這邊有個轉角圓形的建築 是Tembaru 中塔魯的market市場 然後這個方向就是Vakudero OK 那我們現在要過馬路 OK 我們到Vakudero 這邊了 OK 我先拍一下小圖先 它還有中文 日文跟英文 OK 首先這個是它的Menu 它Menu都是圖片喔 對 就一面 然後我今天點的這個是Vakudero 的油條 然後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它的獅子已經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獅子已經要收費了 所以大家結帳的時候要記得把自己捏退掉 然後這個是我的愛玉冰 它怎麼先幫我戳好了 是我的愛玉冰 它是到2021年的2月27日就可以喝 純天然愛玉冰 OK 我的餐點現在到齊了 首先我今天點的這個是Vakudero 對 就是一般的炒粥肉 然後我習慣點油條 然後這間店還有就是愛玉冰可以喝 然後這是辣椒 然後獅子筋是要收費的 如果不要用的話可以退掉喔 好 首先我吃這個 它有在給你一個小碗 所以你可以裝在小碗裡面 然後先吃一口排骨給大家看 它排骨長得那樣子 它是帶骨的福 好多喔 因為它排骨燉了蠻久的 然後所以它在排骨一咬 它就化開很軟 然後在嘴巴裡面 其實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覺 然後它嫩性很夠耶 軟軟嫩嫩 然後因為它是潮州的馬骨燈 所以一定要喝它的湯 它的湯給大家看一下顏色 是淡淡的黃色 潮州的馬骨燈特色是有胡椒味 然後我覺得它胡椒還好不會很辣 所以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好 接下來是 把這個油條 浸在這個馬骨燈的漆裡面 所以你是要這樣吃的喔 所以吃法 這邊大部分新加坡人傳統吃法 就是把油條 然後沾在馬骨燈裡面 然後讓那個油條 吸滿整整的馬骨燈的湯汁 然後這樣吃掉 好 我現在沾了一個油條 它是吸滿湯汁 它油條比較不是現障 所以它偏軟 然後是冷掉了油條 然後它沾在湯汁裡面有那種 澱粉粉粉的感覺 然後吸滿湯汁就會帶有那種 馬骨燈的溫存感 然後它又有一點點胡椒味 可是不是非常重的胡椒味 所以它還蠻好吃的 不一樣的 泰國很難看喔 骨頭好大一隻 他隔壁男生有手耶 可以免費加嗎 可以免費加嗎 可以免費加 謝謝 他這邊巴國的湯是可以免費加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用油條吸滿那個湯 然後這樣吃 然後他還會再幫你加湯 這樣可以點白飯或米粉或麵 這樣吃搞不好很好吃 豬條咬下去那個汁都滴出來 然後我這一碗 有一個兩個三個 四五五塊排骨 我覺得蠻多的耶 然後他剛剛加湯之後 他的湯變比較深一點 對 比較深的湯 喔對我還沒有喝愛玉冰 我來喝一口愛玉冰 他愛玉冰是素食的可以吃 所以他這邊寫一個素 它吸得到那種顆粒的感覺 那有沒有看到呢 上面有那個顆粒感 然後喝起來檸檬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不過這個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不過我會給9分 然後法菇再加油條 一到十分我要給9點5分 好給大家做參考囉 我的愛玉好像喝到最後了 在那邊找這個藥物 還沒有喝完 好的 我的瓦咕嗲吃完 阿姨喝完 然後我又打包了一份 瓦咕嗲嗲 然後等下這個獅子巾結帳的時候 要退還 那我要結帳 結帳 結帳 結帳啊 多少 三三個 我這個不要喔 OK你不要啊 我獅子巾退掉 可以 好 那我們找兩個瓦咕嗲 一個愛玉 兩個有條 兩個瓦咕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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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總共23塊5毛半 23塊5毛半 23塊5毛半 好 那可以拉 可以拉嗎 可以拉 那要少吃 對 我們要少的 OK 今天吃一個打包 一個這邊吃的瓦咕嗲 瓦的 然後是一個9塊錢 所以18塊 然後愛玉冰2.5塊 然後油條1.5塊 然後加GST是1.54 然後它調整完之後就是23.55 所以你如果付Cash的話 是一樣23.55 刷卡都23.55這樣 OK 那它是每天的早上6點半到9點半開門 然後就有週一休息喔 好 給大家看一下它這邊用餐的環境 因為它現在已經快打烊了 所以這邊沒有什麼客人 對 剩一桌客人這樣子 然後它是在民房的樓下 然後它裡面店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馬英九有來過喔 對 對 它對新加坡的肉骨茶情有獨鍾 然後這是他們店的匾額 新明日報也有報導 對 肉骨茶 然後馬英九 然後台灣馬英九跟新加坡前外長的洋龍網友來 然後這是他們店裡面的土地公 洗手間裡面也有 然後店內環境長這個樣子 那平常主發說得在這邊 然後 然後 愛玉冰是最近才有 以前沒有 然後它其實沒有得米其林嘛 不過它有得新加坡Basswood 2017年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馬英九來的時候 的照片 這是英文版 剛剛那個是中文版 然後 這是新加坡50 介紹 這邊的 美食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名人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名人牆 好 這是今天跟大家介紹 騰巴路 馬骨茶 對 馬骨茶跟大家看一下 騰巴路馬骨茶 然後我今天還有打包 好想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所以今天的影片評價 所以今天的影片評價 馬骨茶的評價1到10分 我大概會給9點5分 然後它的愛玉冰跟油條我覺得還好 對 它油條它吸水的就是粉感比較多 所以跟我們家那邊的油條 所以跟我們家那邊的油條比起來 就是 那種酥脆感沒有了 不過它粉感多是因為它為了要吸那個 Vagode的湯啦 對 所以 如果它做成這樣粉感的味道的話 是 有原因的 然後 要怎麼走 來到這家店呢 就是領大MRT 到騰巴路的MRT下 然後在A號出口 直直走出來 你看到Shopping Mall 然後直直走 然後往那個騰巴路馬骨茶 這邊 這一棟是騰巴路馬骨茶走 它的鞋對面就是Vagode了 好 然後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騰巴路的馬骨茶裡面有什麼 好 好 這是騰巴路馬骨茶的夜景 嗯 給大家去逛一下 然後現在快過年了 它Mati 好像一樓現在沒有什麼開對不對 它有兩層樓的樣子 然後一樓是賣花 沒有賣水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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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л 他二樓就是一些美食 他這邊有一家雲吞麵很有名耶 不知道是哪一家雲吞麵 這幾個也下個雲吞麵 這兩家雲吞麵 是和好的雲吞麵 应该是在佳云特面 可是他现在关了 这个时间点关了 这个时间点关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诶 这边还有另外一家云吞面 然后这边最近还有一家汉堡 还蛮有名的 下次如果有机会他可以来吃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整个Market的环境 用餐环境很干净哦 然后因为新加坡现在也在支持大家自己带打包盒 就是便当盒来装 然后因为新加坡的便当盒基本上都要收钱 然后会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保鲜盒 便当盒来打包这样子 这边还有一个回收机 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诶他现在还是换NTUC的VOLTURE吗 这墙很可爱 下了手扶梯 这边的住宅区啊 光景很好耶 有公园 对 这边是公园 那这边是四层楼的房子 四层楼 没有电梯哦 可是整个那种公园的感觉很棒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